老师我想也再请教了 因为我们总是台湾的观众朋友 还是占比较多数 大概是会谈到说 那要给他什么建议 针对这个中共看起来 他的党的本身的特质 本质不会改变 另外一个部分 他对台湾的甚至世界上 做的这些事情 如果就您长期观察评论 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给台湾的朋友 甚至台湾的这些政府呢 我觉得其实台湾一定要知道 就是台湾他的这个安全 和中国大陆的人 对共产党的认知是分不开的 就是中国大陆 这个为什么很多人 对这个台湾喊打喊啥 是中共长期洗脑的结果 其实原来我对台湾的话 我也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因为你听不到 任何其他别的声音 你就会觉得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认为理所当然是如此 为什么如此 不知道 我只知道它是理所当然如此 那后来慢慢这边 跟台湾的人接触 跟他们这个谈话 了解他们的想法的时候 知道他们是这样想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 就我的这种转变过程 其实也应该是 中国大陆人的转变过程 就是说台湾人除了要 就是说 提防中共对台湾的渗透之外 其实台湾也要想办法 把台湾的真相 自由民主 这个真相 要讲给中国大陆的人 同时的话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 那些邪恶的手法 我觉得台湾也要想办法 讲给中国大陆的人 因为其实中国大陆 未来的改变 它不是靠一种外部的力量 还是要靠内部的 内部的这个人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在台湾 一定要把就是说 共产党的这种邪恶 让台湾人知道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你知道这个 佛罗里达 那个佛罗里达州的 那州长 德森特斯 他是一个 就是很坚定的保守主义者 而且他做了很多事情 可能现在让左派也很恼火 他就要求佛州的学生 上学的时候 一定要学 共产主义的邪恶 我记得原来我在 就是这个 那是在大概有15年前了 差不多15年 不到20年之前 我有一次到 就是马里兰的一个高中去 就办一件事情 然后呢 我就看到学生交的作业 美国的学生 就是写这个作业 那其中的话呢 有一段作业 是让他们写对1984 就是那个乔治奥威尔的那本 1984 这本书的独厚感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实际上美国在孩子 从小的时候的话 其实就已经在教育他共产党的邪恶 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教育这方面的话 这个共产党的这种历史 历史上所做的那些坏事情 包括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在教育界 在媒体界 我觉得都是应该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的 现在我觉得这方面做得非常的不错 这可能未来也是要加强 台湾在内部当然就看到 因为选举的关系 另外一派每次如果这样子增加了 就会说又再挑起这个对岸的 这个仇视感 只要我们增加军备又说你看 你就这个有点感觉我们隔壁是一个流氓 然后我们突然说我们家也不要多装一道锁 然后马上有人生气说你看 你这不是挑衅隔壁的人 万一他知道我们多装一道锁 那不是就是会很生气说你是在防我吗 是啊 就是在防你啊 但为什么不行呢 我觉得台湾在内部一直都面临这个很尴尬内部的 这种很矛盾的一个相互之间 我们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台湾内部也太大的一些内部撕裂 我们希望有比较多的共识 但是坏人在欺负我们不谴责坏人 所以其实统战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 首先当时其实共产党统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工具就是意识形态 就是共产党当时就是说 我们共产党也是讲自由民主的 国民党是独裁的 是腐败的 就是如果你要是看在1930几年到1940几年 当中共在延安的时候发表的那些就是 碰击国民党独裁的话 简直就是在骂共产党 今天的共产党 但是当时就给很多人一个错觉 就是共产党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关于这个方面 就是共产党的这个邪恶这一块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在民间形成共识 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之所以他被统战 也是因为他在意识形态上 他可能是被共产党骗了 或者长期以来他就是留下这么一个印象 是共产党是那个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小的时候抓起 社会各个阶层 我觉得都把这个真相讲出来 很多人的话他明白了这一点 他可能在统战这方面的话 他就不会成为共产党的骗 统战其实就是欺骗 是老师我想我最后就问你一个问题 这可能会是很多台湾的朋友 因为台湾老师说我们 尤其在这我们这一代 从小当然被这个教育要反共 然后这个要对于这个所谓邪恶的共产党 然后汉贼不两立 在我这个年纪 这个服役的时候还要喊消灭万恶共匪 这等等 后来当然就是整个两岸情势和缓 的确很多的用词都改善 没有不好 我们也希望两岸当然嘲笑和缓的部分 只是说这和缓到一个阶段 你会发现触碰它一些本质的部分 大家还是必须惊醒 但我就说我想台湾的朋友 因为长期的分开 大家基本上并没有特别对于中共 反而是我们认为是太轻忽了 不了解共产党的本质 可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好奇的部分是常常许多的一些 我们一些华人的反共的一些学者 大家很好奇那个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很多人一定会好奇 为什么有人从小在中国共产党那样的氛围 他会转变 但同样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有人不转变 老师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过去被共产党骗的时候 是因为没有被共产党真正的 我们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到 所以你会看到就这一次共产党搞封城的时候 搞这种动态清零的时候 有很多过去非常支持共产党的人也要反 包括像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他的老婆不是也在网上抱怨说 这个他连药都拿不到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之前他没有被共产党迫害的时候 他对共产党的认知是共产党对他很好 然后这个国家再往前发展 很多问题的话那都是发展中的问题 就是过一段时间就解决了 但是其实那个不是发展中的问题 是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 是制度问题 是因为制度中没有自由民主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哪个政策制定错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之所以 就是说后来从对共产党非常的信任 然后对共产党甚至非常的喜欢 到最后开始反对共产党 是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一些共产党的迫害 然后他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 其实共产党他迫害人 就是这个当时你们知道那个林彪跟毛泽东之间不是有一次 这个最后这个冲突 然后最后林彪就是共产党就叛逃了 就是摔死在温度尔汗 林彪自己讲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今天一小皮 明天一小皮 加起来就是一大片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共产党他每次打击的时候 他都打击一小撮人 比如说反右的时候打击5% 然后这个镇压反革命的时候 我打击5%或1% 每次的话你都觉得打击了一小皮 你都觉得没有打击到你的时候 你都觉得他做的好像是有道理吧 至少我不太理解 但是我想他肯定有他的原因 但是呢 每一次打击这么一小撮人小撮人 加在一块的话就是一大皮 所以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宋美龄讲过这样的话 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 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的人 加在一块的话 超过中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每次打了5% 他搞了10次20次的话 就打了50%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的觉醒 实际上是在共产党的这个迫害中觉醒的 就是他突然之间发现是这么一回事 你要说我自己的话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 1989年 当时到北京读大学 我是在外边一个城市 小城市 东北一个小城市到北京去读大学 那年刚刚发生六四 就是天安门屠杀 那时候我对天安门屠杀是非常气愤的 那时候我虽然只有16岁 然后后来我到北京上大学 我们在大学里边的话 就是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叫做动乱教育 就完全不上课一个礼拜的时间 看共产党洗脑的片子 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就是完全被洗脑了 就是当时89年6月4号的时候 开始屠杀 我9月份到北京上大学 这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是被他洗脑洗过去了 然后的话就觉得 共产党虽然杀人不好 但他有他的原因 因为如果不杀人的话 就怎么怎么样 就你完全接受他那套说辞 然后再后来的话 就经济发展 92年邓小平南巡 然后中国经济发展 就一直觉得好像这个社会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我感受不到 就是那些跟那些就是被迫害的人 他们的呼声 他们的泪水 我是看不到 我也听不到 后来1999年镇压法轮功 因为我本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 法轮功是什么样 我在法轮功的书籍里边的话 我是看到的 结果我发现共产党在撒谎 就是他把法轮功里面讲东西 完全是反过来讲 法轮功明明是这样说的 他非得要说成是反的 我突然间意识到我被骗了 那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想 我在想这个国家我不能再待下去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和这样的政府和解 对 没有办法和这样的共产党和解 然后后来我在2000年的时候 1999年镇压法轮功 到2000年的时候到美国来留学 到美国来留学之后的话 我就开始打开很多很多的网站 因为在中国大陆都是被封锁的 看到很多共产党过去做的坏事 但是这些资讯慢慢就让我把 共产党给我灌输那套东西 慢慢就排除排掉了 很多过去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共产党宣传的 就像我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理所当然的事情 慢慢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 慢慢能够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看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 我觉得我们在这的话 我知道我们不可能说服所有的人 去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大家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 听一听我们讲的东西是不是有值得采纳 或者是值得思考的部分 这就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欣慰的事情